两只年幼的小狮子 被一群永远也吃不饱的班猎狗团团围住 难道小小的生命就此结束了吗 不可能 只听见身后传来了一声狮吼 狮王的出现彻底的扭转了局面 猎狗群虽然凶残 但遇到狮王多少也会产生畏惧 就这样狮王带着自己的儿子 迈着嚎嚎的步伐 离开了这个凶险之地 但这里发生的这一切 其实却是他的叔叔刀疤 策划的一场巨大的阴谋 凶神恶煞刀疤脸 一先脚诈他在行 小辛巴也注定要 为他的年少轻狂付出代价 竟然对自己的刀疤叔说道 别看你长得凶神恶煞 等我长大了 当了国王 你见到我也得跪着说话 刀疤也是从这时开始 对辛巴彻底的逗了杀戏 于是刀疤使出了一招激将法 说北边的阴暗之地极其的凶险 只有去过那里的狮子 才会有资格当狮王 辛巴为了证明实力 带着自己的小女